大家好,欢迎收看,冒声说。今天我们来聊聊,穷人税。穷人税,是彩票的代名词。经常买彩票的,大多都是穷人,买彩票的有有,不要多想哈。因为这是他们承受能力和支付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实现财富巨增的少有机会。但是,中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长此以往,细水长流,买的多中的少和缴税就无益了。 按常理理来说,越是富有的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应该越多。但这个道理,在彩票行业却是行不通,彩票不常理,穷人所缴纳的比例法高于富人。所以,穷人税成了彩票的代名词。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做过一项关于彩名购彩的大规模调研。调查结果显示中低收入者群体构成了购买彩票的主力军。 也曾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彩票实际上就是对低收入者穷人所征收的一种税。 中国近几年的彩票发展指数,简称LDI,不断升高。 这可能是彩票市场发展不健康的一个表现,需要我们重视起来。 穷人税的起源 有说法是,曾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彩票实际上就是对那些自我陶醉的倒霉穷人们所征收的一种赋税。 后来,这也成为后来,很多学者将彩票称为穷人税的来源。 另一种观点认 为,彩票业的增速和GDP增速相比高得多的原因是,人没钱就爱买彩票。 想象大奖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相比较贡献了更多的彩票销量。 穷人们往往抱着侥幸心,离可望成为爆发户,所以彩票是一种穷人税。 美国学者Gary T.A.于2011年对此进行了一项经济学研究,最后研究得出结论, 一个国家的彩票发行量与GDP的比重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的水平及最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少。 也就是说,彩票销售量与人均GDP为导优型关系。 他们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购买了更多的彩票。 穷人税产生的原因 穷人之所以愿意购买彩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彩票的投入相对比较少,而回报却相当高。 即使中奖的概率很小,一张3块5块的彩票,即使是对低收入者来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承担的巨大支出。 而这个小数额的货币所带来的刺激,对收入较低者产生的影响明显高于高收入者。 举个例子,假如比尔盖茨某天买彩票中了5000块,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微不足道的,他也许会略感自己今天有点小幸运。 但是如果这5000块钱的彩票今天落到了我们是中大部分人,我相信大家的状态很可能就是亢奋得难以入睡了,甚至还会小庆一番。 买了彩票后,你的大脑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这张彩票有可能让你一夜暴富再联想到你自己穷困潦倒的状态,这种反差又会进一步增强购买彩票的决心。 这时,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自己中奖后一夜暴富,这些钱该如何花掉的状态了。 此刻,大脑中被刺激的区域跟将这些举动付诸实施时被刺激的区域是一样的。 所以,在购买彩票的那一刻,几块钱的损失在损失在你眼中已经微不足道了,因为购买彩票的你已经沉浸在中大奖后的幸福感重了。 现象,相信大家在不少地方的彩票店里都常见到国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扎堆在彩票店门口研究彩票走势与几率的景象。 这熟悉的一幕,常常就上演在大城市的偏僻街角、城乡结合部、三四线小城市。 而这些买彩票的主角差多都是是农二代新兰岭打工仔。 2016年7月11日,中国首份新兰岭告发布。 报告显示,54.0%的新兰岭偏偏好购买没有风险的理财产品,但又有近五成兰,领将购买彩票当作理财。 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枯燥乏味的生产线。 青春与梦想该如何安放? 微博的工资又该如何打理? 这是新型城镇化避不开的一道人的考题。 岂是? 彩票本身具有公益性质,但在市场经济中的底层购买偏好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穷人税特征。 现实中,不少低收入群体都抱有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人为了购买彩票,中大奖而赦账,借钱甚至倾家荡产的新闻屡见不鲜。 这些执着于拼彩票改变命运的新蓝领,即带有关机构的财商扶贫,教会打工仔,城市一厢人不要再拼彩票。 而要学会尝试拼智慧,拼本领,踏实奋斗,要让手中,余钱,跑过存入银行的收益率。 彩票的本质就决定了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不能把它看成投资理财的工具。 更不能抱有靠他一夜暴富的想法。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麻烦给我点个赞。 留下评论,我们下期再见。